麻煩請主機長 主機長 委員好 主機長 你今天的報告 雖然很認真看 不過內容也不多了 要問的地方 請教你 101年第三季的CPI 它的年增幅大幅增加的原因是什麼 100年第三季啊 CPI 2.95 颱風的關係嗎 颱風 颱風的關係 還是賬油價的關係 還是油電雙漲的關係 第三季 也有 也有 是這幾年來最高的 2.95 你連自己 2.95 是 是 是這幾年來最高的嗎 是 第三季 那 今年的一二月的CPI是2.05 是 也是這五年最高的 是嗎 對 那這個以前的行政院的物價督導小組啊 誰是召集人啊 副院長 副院長 是 就這個CPI 這五年來最高 所以他高升啊 都有在密切 注意 掌控啊 所以 101年 101年 就是 我說的問題 你聽得懂嗎 我在問什麼 你聽得懂嗎 我說這五年來 剛好這兩次的 物價指數都是最高的 所以副院長就高升了 是不是這樣子啊 不是 不是 剛好就是他在做副院長的時候 CPI是最高的啊 不是這個 所以 影響物價的因素當天 所以 不干他的事啦 成績不好 不是他的原因啦 是題目太難 都有在掌控啦 都有在掌控啦 都有在掌控 希望維持物價的穩定 那你今年的全年的通貨的這個膨脹 你的預期是 呃 百分之1.37 根據是什麼 對 就是呃 綜合考量就是說 呃 包括這個跟101的比較等等喔 所以我們預測第一季是百分之1.99 1.99 那第二季1.4 然後整年就是百分之1.37 我有看到你的預測啊 你的第三季預測只有0.49 是 因為 到時候又在跟我講說颱風因素 然後又油電雙漲 所以又很高 對 因為101的第三季喔 機器 就是說比較高 因為有颱風的關係 你剛剛回答是有颱風的關係 但是台灣幾乎每一年的第三季都有颱風的關係啊 那為什麼你這邊的預測是0.49 欸 我們大概預測的時候大概 我們的預測啊 大概是用平均數 這幾年來大概颱風是三個颱風 平均去算的喔 那因為那個比較基期的關係 101年是比較高 所以我們預測第三季 在假設大概平均三個颱風的情況之下 我們預測是成長百分之0.49 那去年幾個颱風啊 呃 去年因為因為颱風除了個數還有就是說那個災害的情況 去年的第三季幾個颱風 你跟我講說你現在預測第三季 今年第三季0.49 原因是因為比較基期貨之後 預測今年只有三個颱風 那我就請教你去年的第三季有幾個颱風 為什麼去年是2.9幾啊 2.95 對 2.95 那幾個颱風啊 那個數字我查一下再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因為颱風如果影響比較重 所以你跟我講的答案要負理由啦 你不要只有一個結論沒有負理由嘛 這樣大家怎麼知道你講的到底對還不對呢 去年我如果印象所及也沒幾個颱風直接侵襲台灣啦 當然是有從周邊過去的 那應該也沒有超過三個颱風 對 去年的第三季就2.95 那你現在跟我回答說因為今年你預測只有三個颱風 所以今年第三季你是0.49 這個你不覺得自己回答起來牛頭不對馬嘴嗎 對 跟委員報告我們是用多年平均三個 以及那個就是說颱風的災害的情況去判斷的 那有時候那個颱風除了看次數還有看它的那個災情的情況啦 那如果災情比較嚴重的話那個物價是會長的比較高 那你去年去年跟前年總共下修幾次經濟成長率 欸就是說101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是一年預測八次嘛 那我們從下修了七次去年一年下修了七次 只有第八次沒有下修是不是 去年對就是從從前年的八月開始我們下修九次 然後後來上修三次 所以呢就是101的經濟成長就是由前一年的八月預測4.58 那現在實際的是1.26% 也就是有3.32個百分比的差距 那你對於預測失準差距這麼大 你有沒有什麼想表達的啊 跟委員報告 說沒有關係因為我只是在做統計 不是跟委員報告因為經濟成長本來就是 因為我們是開放經濟體受這個 不是啊 國內外的因素影響 如果你預測這麼不準的話 那我就乾脆用飛票來射就好啦 你的你的預測 像那個九十年的時候啊 那個科技泡沫等等 那個時候呢我們從八十九年八月 我們預測六點四八 結果實際呢就負的一點六五 也就是說有八點一三個百分點的差距 那九十八年金融海嘯等等啊 那那個差距呢也有到六點八九個百分點 但是一百年就相當的穩定 那時候我們預測四點六四 實際四點零七 就差距零點五七個百分 所以好運的時候就準啦 不好運的時候就不準啦 因為這個整個國內外的經濟情況 確實是有 有時候變化比較大 所以你根本就也沒有辦法 事先準確的掌握到整個經濟成長的數據 我們就是看國內外的經濟狀況的運氣 如果運氣好 我預測的就平穩就準 如果運氣不好 有波動的時候我就不準 你的答案其實結果就是這樣啊 我聽起來就是這樣子啊 我們是根據相關的資料做預測 該上修我們就上修 該下修就應該要下修 讓大家能夠了解情況 國內外預測機構也是一樣 所以我的預測失準是沒有責任的 因為我都是隨風擺動 這個不是失準的問題 因為這國內外的經濟 所以也沒有失準的問題 所以你們對於我們的預測 也不要當做一回事 不會 那如果不會的話 你有公佈預測 然後公佈了預測結果又通常不準 然後又在這邊跟我回答說 我們是隨著國際的經濟這樣在浮動 是 那這樣我聽不出來你想要負責任在哪裡啊 這我們的責任就是必須具實反應 讓大家了解 那就不要預測了嘛 直接公佈結論就好啦 你就公佈實際的統計數字啊 你預測幹嘛 我們也有公佈實際的統計數字 我知道你有公佈實際的統計數字 我現在跟你談預測 是 我說如果這樣的話 你的答案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預測幹嘛 你的預測 常常不準 大家聊聊天的數字喔 讓大家了解 了解什麼 因為你預測又不準 國內外預測機構都是同樣的 根據最新的資料 做一個預測 那公大 好啦最後再請教你一個問題喔 是 政府投資部門喔 從98年喔 你這個 你的表醫啊 政府的投資啊 從99年負3.1 100年負5.93 101年負12.77 102年負7.18 除年在惡化 而且跟每一個上一年比較都 都一直在惡化 那當然跟財政已經被馬政府花光了有關了 因為沒有錢了 不用再做什麼投資了 那對於這樣子的結論啊 看起來是憂心忡忡 每一年政府部門的投資 一直在下降 也就是說 跟我們的那個預算 看起來是一樣的 每一年可以放在公共建設投資部門的經費 越來越少 在一個會計年度剩下一千多億 所以你103年的預算在編出來之後 可能更是更加不忍阻堵啊 對 跟委員報告 前幾年 對 我的結論是正確的 振興經濟嘛 謝謝你 相關的特別預算啦 那現在真的是財政確實是也比較困難 但是我們會盡力來編列